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今天台股收了一個222點的下影線 到底穩了沒呢 但今天的量能是沒有出來的 我們都有說 不管是下跌 側底或是上攻都要有量 沒有量可能它會膠著一段時間 不過現在8月營收陸續開出來了 到底大家的成績好不好 也是這一段要討論的 先來歡迎這一段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股市師公 雁南老師 好 雁南老師又要來幫我們做 沙盤推演了 事實上他昨天在臉書就有講了 今天有可能開低走高 被他講中了 那接下來呢 有沒有可能再來一個回馬槍 永遠老師提醒是有可能回馬槍的 但是再一次的回馬槍 如果有量 請大家把握機會 所以永遠老師今天也從8月營收 幫大家挑一下 如果機會來了 我們當然要買營收好的股票 是AI嗎 是能源嗎 還是手機 其實要多題材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 古其雙分析師小明同學 大家都知道小明同學是我們的樂觀派 那這個今天跌了 就是一度有跌到400多點 到底還樂不樂觀 他說還是樂觀喔 為什麼樂觀 他有看到一些總經數據上 覺得這個反應有點過度囉 所以等一下好好來解讀 到底非農就業人數有這麼恐怖嗎 另外還要來看了 其實如果降息循環開始對什麼有利 對 車子有利喔 電動車也有利 油車也有利 等一下小明同學會篩出一箱框的 車用概念 未接低 而且其實他們的體質都還蠻好的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存股交付 古魚 古魚呢 今天要來跟小明同學做一下PK了 為什麼 他覺得總經數據上 他發現有可能衰退的跡象 味道有點濃喔 等一下好好講給大家聽 但無論如何 配置是王道 前一陣子覺得 債券漲得有點高有點貴 現在債券好像有一點點回落囉 等一下古魚告訴你 現在買債券還甜嗎 其實是甜喔 另外回頭來看一些低波高息的ETF 其實這段時間不要擔心太多 穩穩的領你的股息 穩穩的領你的債息 無憂無慮也很棒喔 好 首先有請永年老師 是 好 永年老師下禮拜還有FED的 利率決策會議 好 2萬點的保衛戰 我們還有機會看到19660這樣的數字嗎 還是差不多了 有機會 還有機會 對啊 好 怎麼事情沒完沒了 其實有有才好啊 是 那沒有的話 我們這樣講句實在話 就是好 2萬點如果守住的話 那麼再上去的話能上到哪裡 是 這漲幅不夠大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跌深一點 好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大盤呢 這2萬點的保衛戰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呢 我們就看這個 這個禮拜呢 有幾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 這個是美國時間 美國時間 禮拜一呢 蘋果跟華為到星期發表 那麼 對於股市的趨勢影響不大了 我還是以中性看待 因為它影響力不夠那麼大 可是呢 禮拜二的這個賀錦麗跟川普的首場的電視辯論會 我覺得這個會有影響 那怎麼說影響呢 如果說賀錦麗這個辯論賽 結果這個是認為說他是 他是盛方的話 那麼股市漲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那川普如果是獲勝的話 回檔的機會比較大 對 因為 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他的政見來講的話 一定是第一個通貨會膨脹 第二個呢 經濟景氣會衰退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大家對他的這個期待 是比較偏向於空方的 然後呢 禮拜二的時候呢 八月份營收 我們台灣的八月份全部要公佈了 那重點在這邊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呢 那公佈營收以後 他的股價是怎麼反應的 這個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不在於說他的營收的好壞 而是在於說 他的股價是怎麼做反應 那禮拜三呢 這個八月份的這個CPI 年增率如果 他們現在市場估計 會跌到2.6% 那如果說 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那還不錯 可是呢 如果是高於市場預期的話 就要注意了 那這個聯準會呢 他會不會這個大幅度的調降 這個會對他大幅度的調降 會有影響 那禮拜四呢 是PPI還有上週出領失業就金人數 那關注重點在 出領跟蓄領失業金的人數的變化 好 那其實呢 我剛剛講的 就是9月18號這個 FED利率決策會議 其實他才是重中之重 好 對 下禮拜還有大魔王 對 這才大魔王 就是這個股市呢 到底是要上還是要下 就看他這個利率決策之後 美國的股市怎麼走了 如果走個上漲的趨勢的話 那我們台灣股市就跟著就漲了 那我覺得如果在9月18號之前是跌的話 那到時候往上走的機會會很大 好 然後再過來呢 我們看今天就開地走高嘛 那可是呢 台積電啊 還有鴻海啦 大力光啊 這一些的全值股呢 幾乎都跌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外資賣超500億 是 可是本土資金呢 卻是進場的 看得非常的明顯 你可以看 像是做軸存的這個 這個富士達的信錦 然後呢 還有呢 像是釋陽啊 這個金鼎這一些 8月份營收創新高的 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的表現都比較相對強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是這個 本土資金進場 那所以呢 我們要注意什麼 看看外資 明後天他們的表現 如果呢 外資也開始回流的話 其實哦 我覺得機會很大 為什麼說機會很大呢 因為呢 它到目前為止 據央行所講的 就是說 這些外資雖然賣了很多股票 18月賣了很多股票 可是沒有匯出去 它資金沒有匯出去的話 留在這邊幹嘛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對不對 9000億 對啊 那它留在這邊幹嘛 幹嘛 你說套匯啊 你有講哦 目前是這樣子 可是 就是你不可能說 就是一直留在這邊 就要等 等著台幣升值嘛 對不對 那一定 它一定是套匯加套利 是 這是一定的 那套利是套什麼 套股利 不是套這個利息 是 OK 好 那麼 所以呢 我是覺得 因為 因為怎麼 不管怎麼講 這個美國的利率 都比台灣的高 所以它不可能 留在台灣套這個 這個利息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它應該是套 這個股票的這個獲利 那市場信心呢 這個今天因為開低走高 所以市場信心 渴望略為恢復 所以明天收紅的機會 是相當大的 那另外呢 9月11號剛才我講的 凌晨呢 川普要辯論 那是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覺得 川普獲勝的機率 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剛剛有前一章是 川普獲勝的話會 對 會下來 對 OK 好 可是先下後上啊 好 先下的話到了 9月18號的時候 那個利率決策 一定下來的話 它漲的機會就大 其實也常常有跟觀眾朋友分享 下跌不是什麼壞事 是 把上漲的空間拉出來 對 沒錯 所以我喜歡跌 我喜歡先跌後漲 好 OK 成交量呢 最小的止跌量大概4600億 上一次的止跌量是6000多億 6600億左右 那這一次呢 下降到4600億 最小的攻擊量呢 是3850億 那移動均線 現在移動均線最麻煩 就比這個成交量的大小還要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跟季線 現在形成空頭排列 都一直都 通通都在往下走 所以呢 要趕快的收復十日線 這個大盤才有機會止跌 還有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看這個RSI 技術指標 能不能夠形成多頭背離 所謂多頭背離就是 指數創新第一 然後呢 它的RSI不創新第一 我們希望它能形成這種的趨勢 好 再過來 現在大家都在想說 奇怪了 這個鴻海 為什麼 就一直這麼弱 好 因為照理來說 瓶蓋應該也有一些 對不對 加持的效果 對啊 它現在有瓶蓋 對不對 明年第一季又有AI 這個G200 而且它有車用 又有車用 對不對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車用 我們先看一下 9月17號 它要辦科技日 要展示它的這個新的車型 好 夏浦 夏浦的部分 對 它這個新的車型 你會發現 它不像是車子 像是一個客廳一樣 對 像是在家耍廢可以用的 對 沒有錯 它什麼都有 突然想回家了 對 什麼都有 真的 那一天 整天待在裡面就好了 叫外賣便當就可以了 可以開去買 對 沒錯 OK 好 那可是它的股價呢 卻是一直很弱 那我們現在看 就是說 這裡 就上一次的這個低點 它一定要守住 為什麼一定要守住呢 因為當初創最低的 最低價的這一天 它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 它之前在反彈的時候呢 一直站在大量區之上 那可是現在呢 如果萬一跌破 之前的低點的話 它就變成怎麼樣 大量成頭 所以投資朋友要注意了 就是說 一定要注意看 它如果能夠守住 當初的低點的話 甚至於展開反彈 那能夠收復月限的話 那這支股票 還是有機會往上走的 是 OK 好 再過來呢 我們就看 8月份的營收的基歐股了 那我們今天不只是要看 8月份它的營收 其實我們更要注意說 它的未來 它的延續性 它是不是有延續性的 那如果說 它8月就已經是 它的這個最高峰了 今年的最高峰的話 那反而 對它的股價是不利的 那像我們選出來一些的 這個族群 像是晶圓代工 這台積電當然不用講 然後呢 你可以看 散熱跟PCB呢 它是AI也有 然後呢 PCB跟鏡頭跟IC設計 還有蘋蓋的零組件 它們呢 是屬於AI跟 AI跟手機 這個雙族群的 它都有的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就是我們現在希望的 它是越多 這個腳踏越多船越好 是 最好是像章魚一樣 腳踏8條船 你好像不時有發表過 這類的演講 對 就是所謂的渣男概念 很愛強調 對 因為要講別的 大家可能聽不太懂 是 這就是要 要腳跨很多條船 對 小民同學的臉色都變了 就是啊 這純潔的男生比較 對 好 比較不太喜歡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像是散熱的 你看齊鴻 是 齊鴻來講的話很簡單 上半年EPS是9.16 它年增率是51.9% 其實它業績表現很好 對 然後呢 你看8月份還在成長之中 而且呢 它的累計營收 是比較比8月份來的低的 這表示什麼 它是越來越高的 對不對 之前沒有那麼好 是 那另外呢 PCB也是一樣 PCB呢 像是華通也是一樣 它的這個上半年EPS 年增率125% 然後8月份的營收 這個還有 1到8月份的營收 它還是呢 繼續的成長 所以呢 我們現在選出來的股票 今天選出來的股票 幾乎都是走這種模式的 那所以大家 我們把個股挑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像是以華通來講的話 當然它的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好像不太行 是 好像不太行 可是呢 大家注意看喔 我為什麼會選它呢 因為它不但是腳踏兩條船 人家是腳踏三條船 佩服不已 是 哎呀 真是時間管理大師 好 然後呢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它是這個手機 AI手機的概念股 第二個呢 它是這個 AI的概念股 那麼 所以它都有 好 第三個呢 最重要的是 它是衛星概念股 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 那低軌衛星呢 尤其是 因為低軌衛星呢 他們這種 衛星上用的零組件呢 它一定要非常的耐用 所以它要求度很高 那因為要求度高 所以它毛利率也高 那所以它衛星的比重呢 由去年的9% 提升到將近兩成 所以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毛利率 會持續的提高 那對它的這個 這個EPS來講的話 當然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支股票呢 我覺得 以長期來看 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這是從業績 跟它佔有的整個產業地位來看 是的 沒有錯 相對位階很低 對 再關於台光電呢 那這支股票呢 之前也有介紹 跟大家介紹過這支股票 那重點在這裡 大家看到沒有 它再衝上去以後 它到目前為止 還是守住十日期 非常強 跌999什麼都跟它 對 跟它 跟它無所謂的 而且呢 它雖然是看起來是震盪回檔的走勢 可是呢 它的成交量是一直在 量價配合的一個程度 而且呢 在這個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因為800G的交換金 第三季開始量產 然後營收呢 它佔比已經突破了雙位數了 所以對它來講 當然它的這個像是這個 這個GB200呢 它也有份 所以它的這個基本面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看 重點在這裡 八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1.03萬張的股票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是重點呢 因為其實你看最近的股票 大部分外資都是賣賣賣賣賣 一直在賣 今天也賣了501億 對 沒有錯 可是呢 它竟然能夠呢 三大法人合計起來 買超1萬張 表示呢 這個法人對它的看法 都是正面的 那另外呢 就是3.27的原項 3.27的原項呢 我們比較少提到它 可是呢 你可以看技術面上來講 今天大盤跌了呢 這個 這麼深 290倍 290幾點 盤中有快500點 可是呢 它漲了2.4% 所以它相對來講 是比較強勢的 而且它的移動均線呢 它都已經站上去了 再加上呢 同樣的 8月份以來 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1.7萬張 而且 400張以上大戶 它的持股也在增加之中 所以 籌碼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當然沒問題 因為它的庫存的部分呢 幾乎都已經消化完畢了 還有就是 它過往的配息率 大約是在8成以上 那如果換算殖利率的話 將近5% 所以它算是高殖利率的股票 所以這個也是呢 它能夠呢 今天表現比較強勢的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 好 勇老師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嘛 今天沒有量 所以回馬槍的機率還是高的 而且下個禮拜 又聯準會的大魔王 沒錯 不過你今天的選股 看起來就是多題材 法人也捧場 基本面也沒有問題 沒有錯 所以回馬槍來了優先考慮的 對沒有錯 而且我希望呢 在這個 在這個9月18號 就聯準會降息之前呢 這大盤能夠回檔下來 好 然後中秋過完 是 迎接一個新未來 光明燦爛 好 非常謝謝勇年老師